在疫情下,很多朋友都失業 想省錢又不想吃得太腿? 全灣街坊又夠了 一屋兩餐都很想透過這個計劃 令中央廚房和食肆直接營運 另外街坊身失劣的朋友都用15元的價錢買到飯 令他們午餐和晚餐都得到溫飽 他們以團購價和中央廚房買飯 之前眾籌所得的款項 大約可以資助每個飯盒10元 所以街坊給15元就可以買到一個飯盒 而其他朋友也可以以原價75元買一個飯盒 去支持這個計劃 如果你是以下的行業 經簡單登記和審核之後就可以參加計劃 其他行業的朋友 如果收入都受影響想參加的話 就會被列入候補名單 我真的見到很多朋友都受影響 有很多美容和演藝學業的朋友都停工 無法入台 我看到他們突然間吃了一下子就站在那裡 沒有錢沒有食物 有些朋友真的在擁抱褲頭 省著來吃 我叫他做一屋客人 說很開心我們幫到他這個階段 因為他們會覺得現在他很無助的 他本身是一個老師 但是做一些Pay Group的老師 但都知道Pay Group可能一下子就關掉了 他又沒有新計 但他就覺得我又不是被人解僱 到底可以做些什麼呢 而他先生是做航空業的 究竟又可以怎麼辦呢 兩個突然間沒有收入 他會覺得雖然我們是用15元賣飯給他 但其實他會覺得終於有人關心到他們 終於有人會覺得會支持到他們這個階段 所以他覺得我們的計劃是令到他很窩心 在疫情期間其實學校都完全停了火 其實我們公司都是以學生五線做我們的主要業務 所以在這方面其實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其實一開始收到他們的理念是很清晰的 運作來說我們聽來都不複雜 亦都是很快促成了我們大家今次的合作 除了可以幫到我們自己的廠房 運用成餘的產能之外 其實亦都可以幫到社會上面有需要的人 我們都很開心 分量上面我們都把它做得足夠分量 起碼有500至550克的大小 除此之外其實在營養方面 我們都有營養師去看過那張餐單 確保其實好吃夠分量以外 其實它有一個均衡的營養 其中有一天我們都會給一個素食的選擇 其實我們最想傳達什麼訊息呢 不知道這段時間我們很幸運 很多朋友不像我們那麼幸運 但是那群人是沒有想過自己會有這樣的一人 這件事是很近的 其實突然之間大家站在那裡 突然之間經濟好上影響 是來我們很近的事 但是既然我們這段時間 我們可以那麼幸運 還可以吃得很好 大家很多人在家裡不停做廚神 我們覺得要把這份家裡做廚神的喜願 帶給其他人 讓大家可以放心 加油 我們繼續努力